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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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没有造太多邪淫恶意 所以才会投到这个地狱 说完 物法领着我走向通往阳市的电梯 我进去 门关上 门开 我醒过来 回到阳市 2018年9月17日 在观音堂拜佛时 看到佛台云雾飘渺 从佛堂上空 飘下一个大萤幕 露满整个佛堂 空中传来护法的意念 弟子听令 把所看到地狱景象 传于世间人 先带你去口夜地狱看看 不久 一时进入半梦半醒状态 口夜地狱 惩戒恶口 两舌 诽谤善知识 挑拨离间之洋人 一个女罪灵 被压着 跪在地上 双手被绑在身后 满脸不服气 被鬼拆用工具 把嘴巴硬撑开 把舌头硬拉出来 整个舌巾 差点被拉断 疼得她满脸泪水 可是又被鬼拆压制住 无法逃脱 过后 用钉子把醉灵的舌尖 拉长钉在地上 醉灵就这样犯规着接受惩戒 手不能动 口不能严 很多醉灵就是这样 被固定钉在地上接受惩罚 一个醉灵被绑着 哀嚎大喊 恐惧害怕 被强硬绑在台上 拿了刑具 刑具用火烧过 也是把舌头硬拉出来 用刑具把舌头割断 疼得她 哇哇大哭 鬼拆说 再是爱说 黄色笑话 又无中生有 说学佛人的口语 犯大恶口语 让她死后下地狱 连舌头也没有 看她如何再犯口语 第二天 醉灵舌头会自己生长回去 鬼拆又割 直到她醒满初遇 不久 我就醒过来了 答 这个人很厉害 他讲的完全是真的 真的很可怕 所以高僧大德一般都不随便讲话的 你去庙里看见一个大法师 你和他讲很多 他就跟你讲一句阿弥陀佛 他不会跟你讲很多人间的事情 开口就是也 非常痛苦 不要到了 那个时候再害怕 早点觉悟吧 没有什么好讲的 还有黄色的东西 千万不能看 我们是人 不能去看畜生的东西 真的是 非常不好的 很恶心 一个人境界高了之后 就不会再对这种事情有兴趣 所有的动物都不穿衣服 你们怎么不去看 如果我们把人下降一级 比方说我们人全部称为羊 羊跟羊才会看来看去 你人会去看羊吗 大家要懂这些道理 千万不要开玩笑 -2018-9-29来信答疑 25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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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